大家好,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上一节课呢,我们已经将这个demo1制作到了这个波多斯拉尔伏斯站的这个区域啊,这个展示区域 那么这节课呢,我们来制作它后面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课程这个区域 好,那么这个课程的制作呢,其实也是比较简单 好,主要呢,就会用到一些三格里面的知识和这个按钮相关的一些知识 好,那么呢,我们在这里呢,打开我们的这个开发工具 好,然后呢,在下面呢,新建一个这个注释, course 好 然后呢,新建一个这个, section class呢,等于 course, id等于 course id, course 好,然后这个id里面呢 首先给它加一个这个容器, tab, class呢,等于这个container 好 然后呢,是这个class,等于这个row 里面呢,我们来想一下该如何来布局里面的这个三个系统 好,我们来分析一下,那么下面的这个课程,最新课程,那么它是占了整个一横排,对吧 整个三个系统 好,那么我们可以给它,好,命名成这个12,对吧 12,那么占满整个三个系统 好,div,class呢,等于col-md-12 好,那么这样呢,它就占满了整个屏幕,对吧 然后呢,里面是什么呢,是我们的内容 好,新建一个这个hr,然后里面的内容呢,是这个最新课程 好,在这个标题下面呢,就是我们的内容 那么这个内容的话,好,它是分为了什么呢 四栏,对吧,一行四个来显示 好,那么一个呢,就占用了三个,对吧 三个三个,好,那么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来 div.col-md 占用了三个,好 然后呢,四个乘以四 好,这样来 那么每一个呢,就是我们这个 对应的这个区域,对吧 在每一个里面呢,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其实呢,就是一张图片 然后呢,还有个什么呢,还有个按钮,对吧 一个图片,还有个按钮 好,那么这里我们给它处理一下 把这些呢,全部都封装到 封装到一个这个div里面 好 然后呢,给它一个这个class class呢,给它什么呢 给它一个类,那么叫做什么,叫course 好,对,类呢,也给它一个叫course 好,然后在这个类里面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图片,对吧 它首先是一个图片 amg 好,图片呢,把这个图片的素材先拿进来 图片素材在我们的这个桌面上 复制一下,然后放进去 好,amg下面的这个swift 好,然后在这个图片下面的话 是一个这个按钮,对吧 按钮,链接形式的按钮 好,那么呢,我们可以给它加个什么呢 加个超链接 A 好,那么这个课程跳转的链接呢 我们可以给它改一下 比如说我们改成这个maz学院的这个网址 对吧 直接把网址复制一下 拉过来 然后呢,放进去 好,然后打开方式的话 这个target 新窗口 好 然后这个按接的名 那这个链接的名称呢 就是这个加入学习,对吧 看一下 加入学习 好 好 把它们呢 都写完之后呢 我们给它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样式是怎样的 好 我们先给它复制一下 好 刷新 OK 那么现在呢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离我们这个最终的效果呢 很近了 对吧 很近了 好 现在我们先来着手 好 调一下它们的样式 首先呢 是什么呢 是这个标题 看一下 不对 应该是这个整个区域 这个整个区域呢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这个背景颜色 对吧 背景颜色 好 那么这个背景颜色的话 我们还是采用我们之前的这个 什么呢 警号F8F8 对吧 好 那么我们选中这个什么呢 这个Course 对吧 这个ID类 ID等于Course的这个区域 好 下面呢 加上注释 Course 锦号Course 然后呢 它的这个背景颜色 Bugrand等于什么呢 锦号F8F8F8 然后同样的给它加上Padding 那么80左右为0 好 这个时候呢 再来刷新 好 那么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对吧 好 这里呢 我们需要让这个文章标题呢 G中显示 对吧 G中显示 好 这个时候给它加一个这个全G 加一个文字 G中 好 再来刷新 好 可以 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需要给这个字体呢 进行一个加出的处理 好 那么就是锦号Course 下面的这个H2 Font 加出 OK 那么这个课程呢 和它呢 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 对吧 课程的这个标题呢 和它是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给这个课程呢 加一个这个向下的这个内部白 好 向下的内部白 这里有一定的区域 好 H2 下面呢 加一个这个padding bottom 好 比如说加个60个像素 再来刷新 好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课程列表这里 该如何来处理呢 好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这个课程列表 它都 它都是有一个这个 除开图片显示区域呢 都是有这个白色的这个背景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针对于什么呢 这个create 这个例 对吧 这个这个类 给它加什么呢 加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 对吧 加个白色背景 好 点 然后呢 给它一个类 类的给它加个背景颜色 background呢 对于什么呢 对于这个白色 好 那么把这个create的这个背景颜色 变成白色之后呢 再来刷新 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 看出了一些微弱的效果 对吧 微弱的效果 好 那么我们再来给它进行一下 深加工 好 首先呢 我们给这个什么呢 给这个 链接 好 给这个链接呢 加一些这个属性 对吧 加一些属性 因为现在的这个按钮 链接按钮呢 还是默认这个链接的形式 好 那么我们给它添加什么呢 添加这个 Bullstrap里面的这个类 好 首先呢 给它添加一个BTN BTN 那么BTN呢 是按钮的形式 对吧 按钮的形式 然后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BTN的这个样式 好 给它加一个这个样式 然后呢 让这个链接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 RO LE的这个 属性 好 按钮属性 BotN的这个属性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那么这里呢 就有了一定的这个效果 对吧 就有了一定的效果 好 我们把这个属性呢 都给它们加上去 都给这个链接呢 加上去 复制下了 然后 覆盖一下 OK 然后来刷新 好 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效果呢 都是已经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给它 定义一下这个样式 我们直接审查元素 直接审查元素 然后呢 在这里呢 进行这个 可视化的这种调试 好 这里点一下这个加号按钮 它会自动帮你选择 当前的这个类 或者是这个选择器吧 它会自动给你批评选择器 好 我们选一下 那么它就帮你选 匹配的这样一个 这个选择器 好 然后呢 我们给它定一些样式 首先呢 我们给它一个 这个background 好 给它一个这个 背景 然后呢 给它一种 透明的这种样式 好 透明的样式 然后呢 再给它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这个border 对吧 border 那么 给它一个什么呢 实现的border 对吧 实现的border 好 一个像素的 solid 实现 然后 给它一个这个颜色值 那么颜色值的话 我们选择这个导航的颜色值 好 我们先写一个ff 然后点一下它 来识取到我们的这个颜色值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样一个颜色值 对吧 然后 我们再把这个 圆角给它去掉 因为现在这里的话是没有圆角的 对吧 没有圆角 好 那么把圆角给它去掉 border -radius 好 0 px 然后呢 再往下 把字体的颜色呢 给它设置成这个颜色值 好 字体颜色 color 好 那么这个字体呢 就变成了我们这边的这种效果 然后呢 这个按钮离上下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对吧 离上下有一定的距离 好 那么给它一个这个什么呢 marge 对吧 magin 好 上下 呃 上边的话给它20个像素 下边的话给它这个 上 右 好 上 上面20 呃 这样来写吧 分开来写 好 -top 等于20 然后margin bottom 然后30 好 这样来写 那么这样呢 就和这个这边的话 这个效果呢 是基本上一样了 好 基本上一样 然后呢 再给它看一下啊 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文字 离这个边框左右 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的 好 那么我们可以来给它加什么呢 加padding来实现这样的效果 padding 好 上下呢 我们不管它上下为0 好 呃 应该给它加一些 上下为10吧 好 上下为10 有一点多 好 上下为8 然后左右呢 为40 好 这样 那么这样呢 这个按钮呢 就显得大了一些 对吧 显得大了一些 可以看到 好 好 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好 那么它呢就应用到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列表上面对吧 所有的按钮上面 呃 呃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个问题 好 那么 什么问题呢 我们这个样式呢 只有第一个应用到 后面的没有应用到 而且第一个这个图片的话 它现在已经是超出了我们定义的这个白色背景的区域 好 那么先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之后呢 我们再来制作这个按钮 好 那么这个 图片超出的话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给它加什么呢 加这个图片呢 加这个class属性 给它加这个什么呢 自适应的这样一个属性值 好 当我们给它加上去之后呢 那么这个效果 好 它就不会溢出来了 好 这里 给它加上这样一个属性值 好 看一下 没有溢出对吧 没有溢出 那么后面的为什么没有白色的背景呢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好 那么 可以看到 那么它这里呢 少了一个这个.course的这样一个 外层的这个容器对吧 好 那么我们重新把它进行一下覆盖 好 点course 直接给它覆盖一下 OK 那么覆盖之后呢 再来刷新 好 那么都有了这个白色的背景 对吧 都有了白色的背景 好 并且我们现在缩小看一下 那么 它也是有这样一个知识性的效果 OK 那么再往下 我们再来处理什么呢 处理这个按钮 好 那么现在的这个按钮 当鼠标一上去之后呢 哎 那么 这个整个的颜色 整个按钮的颜色的背景颜色呢 都会变成我们边框的这种颜色 对吧 OK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来操作 好 先选中这个按钮 然后呢 把这里呢 直接在上面呢 优先级 优异级 优先一级 给它什么呢 给它加一些样式 首先把这个颜色质端给它复制过来 好 颜色质给它复制过来 加个什么呢 Background 好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现在当前的这个颜色质 然后呢 再给它加一个这个color属性 好 把文字颜色呢 给它变成白色 那么这样鼠标移上去之后呢 就会移 就会这个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反差的效果 好 我们这里还可以给它加一些动画的这种效果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鼠标移上去 它有一个这个时间来处理这个颜色质 背景颜色和文字颜色的这个变化的效果 OK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cs3里面的这个translation的这个属性 对吧 好 translation trin sitrin 好 那么 让它呢 对所有的这个变化呢 都执行 都执行 0.3秒 好 0.3秒 away 0.3 看一下 0.3s 0s了 好 0.3秒 来执行这个变化的过程 好 先把这个呢 加到这个btn这里 好 0.3秒来处理下面的变化 处理什么呢 处理我们这里的这个background和这个color的这个文字颜色的这个变化 好 把这里呢 直接复制下来 然后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btn呢 加一个什么呢 hover属性就可以了 hv1 好 当鼠标一上去之后 一到按钮上面之后呢 背景颜色 由现在的这个什么颜色呢 现在是透明度啊 透明的颜色呢 变换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绿色 然后文字颜色呢 变成现在的这个白色 好 执行时间 转换的时间呢 是3秒钟 ok 来刷新看一下 鼠标一上去 好 有变化了 有变化 那么 这就是这个按钮的这个制作 对吧 按钮的制作 好 我们看一下 和这边呢 是一样的效果 然后呢 这边是两列 对吧 两列 那么我们只需要复制一下 好 复制一下这点代码 好 现在这是一列 对吧 直接把这个复制一下 四个 一 二 三 四 好 然后再来刷新 好 那么 这个复制过来了 没问题 但是呢 这个上下的距离 好像缺少一定距离 对吧 缺少一定的距离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它加什么呢 加一定的这个 好 这个 外边距 好 那么我们直接给这个CVLMD -3呢 加 好 我们给它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这个markingBot bottom 然后给它加 比如说加个20个像素 好 复制一下 嗯 到这里来 给它加上去 在上面 啊 锦号这里 锦号 course 下面的什么呢 点 col-md -3 好 把它放到上面这里来才合适 好 在H2之前 嗯 看一下 应该是在H2之后对吧 H2之后 H2呢 是整个的这个标题 好 然后再来刷新 那么这个呢 就和它呢 有一定的这个变化的效果了 对吧 有一定的这个变化效果 当然 我们还可以对整个这个区块呢 整个这个区块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区块呢 啊 添加一些像上面 这里我们所对应的这种效果 鼠标一上去之后呢 有一些背景这样的效果呢 大家也是可以给它这个字形的添加一下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集课的一个知识 好 那么这个知识呢 比较的简单 那么主要的话 就是运用到了什么呢 运用到我们这里所讲到的 好 一个是图片的这个知识印 然后是这个按钮 好 把这个链接 注意好 把这个超链接呢 好 复制给它什么呢 这个按钮的这个样式 然后呢 给它加上一个这个role的这个属性值 让它变成一个按钮 好 那么这是这节课的一个知识点 那么下节课的话 我们来制作这个app的这个展示区域 我们可以先来预览一下 那么大家也可以先动手来制作一下 好 大家可以先动手来制作一下这个app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的制作的话 也是比较的简单 那么其实和我们上面的这个botswrap 或者是这个atmr5这里呢 它是基本上是相似的 是相似的 好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下节课的话 我们继续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